先来考考你 请在弹幕打出下面三个标志分别代表什么 禁止向右转弯 向右急弯路 向右转弯 你对我国公共标识到底了解多少呢 这些由上千页国家标准文件制定的标志中 藏着许多简单而巧妙的视觉传达规律 我们第一秒的生理反应 观察颜色 在国家标准GB5768.2中 颜色和形状有着明文规定 红色用来代表禁止 黄色代表警告 蓝色绿色则是友情提示 因为我们对色彩的感知是相同的 红色兴奋刺激 黄色醒目 蓝绿色理性 当然作为国家标准 比心理学更重要的是科学依据 我们的视力不仅受物体的亮度影响 也受其周围环境亮度影响 比如使用黑色背景时 很多人都会采用白色文字 文字看起来很清晰 但是如果采用蓝色或其他颜色 读者就要凑近一点仔细辨认才能看清 这就是明度差造成的区别 所以在白灰黑三种背景上 颜色的醒目顺序是不同的 而在颜色的面积相同时 人也能在更远的距离探测到的 是黄色 其次才是红蓝 一个标志的作用是要提醒你该干什么 颜色和形状完成了第一步 文字和符号则传达真正有效信息 因此字体的选用也颇有讲究 公路导师中的字体 由于驾驶员处于动态行驶 外加天气 光线 反光膜等环境因素 字体识别通常是模糊的 在模糊的视觉条件下 笔画太细 可视性差 笔画过粗又会糊在一起 粘连不通透 因此汉字字体设计的结构 轮廓 笔画粗细等细节尤为重要 我国采用的字体 一般是A型交通标志专用字体 共包括6763个汉字 26个英文字母 10个阿拉伯数字和18个符号 在笔画的细节上 做了斜角的处理 区别一混小的英文大小写 中文字体也保留了笔画末端的喇叭口 使文字在远处看起来更加饱满 清晰 而路牌上的文字比例 间距 排列 国家也有着严格的标准规定 汉字高度H为参照 行间距为1ⅢH 拼音或拉丁字母大小为1ⅢH 小写为1ⅢH 数字字宽为0.6H 字体间隔需大于1ⅢH 当然阅读顺序也是版面中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我们已经习惯了从左到右从上到下 所以新街口外大街应该是这样或这样而不是这样 除非上面写的是合肥与肥东 信息的层级也进行了规范的指定 一个平面交叉告知标志牌中的各个方向所指的目的地信息不得超过6个 我们每天都能看到公路标牌 你大概率觉得它生来就应该这样 根本不在意它为什么长这样 为什么放在这儿 这好像也没设计啊 看过太多炫技 我们可能忘了一件事 设计的本质不是美观 而是解决问题 告诉我 你先看到了哪一边 是右边吗 人眼往往对形状的感受比文字要快 所以图形在视觉传达的效率上比文字要更高 比如高速路服务站采用了图形组合的表达 是不是比对马文字要清晰许多呢 比起炫酷的设计技法 风格 公共视觉设计中更多的是追求信息传达效率的无限巧思 这个符号表示机场 那右前方是机场要怎么表示呢 这样 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将小飞机旋转45度后 它既能表示机场 又说明了机场的方向 你想到了吗 路牌上只有简单的符号和文字 但这些符号和文字在被印上路牌之前 都经过设计师千锤百炼反复推敲 目的是让驾驶者轻轻一瞥就能看到消化这些信息 并对此做出反应 中国设计的进步何以体现 不正是这些非高度自由的标准化设计 城市更新 公共标识一次次迭代 我们怎么不敢说一句 本期视频为你讲解了公共标识中颜色 字体 排版 等几大设计基本要素 记得关注DingLab宇宙电台 点赞 收藏 下个视频与你继续分享美丽的公共标识图形设计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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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 сек支持明镜与明镜与敏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